欢迎回来EY学堂 今天跟大家讲讲纽西兰的冰村 最近其实每天都在头版 就是说全球多个地方都有极端的天气 欧洲和中国就出现严重的旱情 酷热的天气 但是又在其他的地方 譬如纽西兰又出现大规模的暴雨和水浸 去年全球破纪录多个地方出现严重的水灾 其实极端的天气都不是新闻的了 事实上也预警了超过20年了 大家都耳熟能长有关 所谓全球暖化极端天气的情况 但是似乎比起预期之中 是来得快很多 所以想不到在2020年 这10年里面 我就已经看到极端天气 是严重影响我们的生存环境 不单止出现影响粮食失收 更加是会最近听到是导致热死人的 那今天The Guardian就有一个报导 就是说专家指出极端的热浪 将会在2020年代完结前 是变得更加常见 去到2100年 在热大地方更加会出现 长达半年的时间 是会出现所谓危险的酷热 另外一个报导 Sky News 就是指出 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川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化 更加是指出 在未来15年之内 是会全部 瑞士的冰川消失的 而事实上 在大约1400座的冰川 在上个世纪 已经损失了大约一半的总体积 所以这个短片 就很值得 这个融化的冰川 如何透露一些隐藏的秘密 事实上全球冰川的融化 是最直接可以观察到 全球暖化的速度 在这幅图大家看到 早自1994年开始有统计 你就看到全球的冰 是以高速的融化 其中有五类不同的冰 有四分之一的冰的融化 是来自冰川的融化 全球暖化 是导致超过28万亿吨的冰 已经融化了 而这幅图大家会看到 其实全球的冰川 是非常罕有的 只是占覆盖地球0.5%的面积 约是72万6千平方公里而已 所以冰川一旦消失 就越难找到冰川 而在全球里面 通常就要在高的地方 够冰的地方 才会出现冰川 所以譬如北美洲 南美洲 欧洲 非洲 只有一个较高的山 是会有的 而澳洲是完全没有的 纽西兰 就有很小的部分 只是占全世界的0.16% 约是1160平方公里 所以都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今天是会花点时间 和大家一起去欣赏一下 纽西兰最大最高最长的冰川 塔斯曼冰川 我今年1月就亲身去考察一次 所以今天找这个机会 是和大家介绍一下 即将消失的塔斯曼冰川 科学界一直都有监察着全球的冰川溶化 如果以塔斯曼冰川 我们这里看到 是一直有人造卫星的图片 它现在量度出来 就以每年477到822米的速度 一直向后退 在溶化中 所以推算 纽西兰塔斯曼冰川 会在未来10-19年之内完全消失 所以在这两幅图 我们看到了 1973年的时候 完全冰川是没有融化的迹象 是没有看到这个湖的 但是由1990年的上 这幅照片 已经看到 就有小规模的塔斯曼冰川湖的出现了 而对比下面的那幅图 2007年的时候 冰川湖的面积是增加了三倍多 那么长度已经是增长到7公里了 而我这次2022年初再去的时候 湖面是进一步再扩大 反映溶化的速度是正在加剧的 那么美国太空总团NASA 都是有一路提供有关冰川溶化的速度 那么这里大家会看到 NASA提供的Glims的冰川数据 那这里用红线去代表三次不同的观察编号 我们也看到其实冰川的面积 已经由约获100平方公里下降到 约获85平方公里了 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去处理或者监测 有关冰川的溶化速度 那么大家可以在网上登入Google Earth Engine 可以用到NASA Glims的 data 这幅图就是用Google Earth Engine 那么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的短片介绍 如何在Google Earth Engine里面 就透过这程式 那么这里大家看到 就是我自己用一个简单 是仿效 NASA提供Glims里面的程式 是可以找出塔斯曼冰川的溶化的情况 那么这个就是塔斯曼冰川的面积了 那么所以今天呢 或者有一些短片 那么我不适宜在YouTube那里播 那么我之后会将他们的网址 就放在那个备注 那么大家有兴趣去看看 比如这个就是介绍纽西兰的冰川演变的 那么我先介绍一下我今年初的考察行程 那么这个地图 那么澳克兰是在北岛的 那么在这幅图就看不到 那么然后坐飞机 就去了南岛的最北面的一个城市 叫Nelson 那么然后呢 就是坐车沿着海岸线 就去最大的城市 Christchurch 大家应该都是听过这个基督城的了 那么就在基督城逗留短时间之后 就继续坐车 就经过两个很大的湖 这两个湖 其实就是冰川湖 那这两个湖 就分别是Tikapo 和Pukaki 那么过了两个湖 就再登山 就是去到纽西兰最高的山 就是Mangkok 大家会见到 纽西兰南岛有一个很高的山脈 叫做Southton Epps 那么最高的山峰就是Mangkok 附近就是塔斯曼山 和塔斯曼冰川 短暂停留几天之后 我们就继续行程去Creenstown 然后飞回Oakland 或者先定义了什么是冰川 因为冰川很有趣的 它又不是雪 又不是直接的冰 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自然的形态 那些雪就不容 就一直积压 积压就会是产生一个变异 那么这个变异变成冰 我之后就会介绍一条短片 去讲怎样是由雪变异变成冰 但是冰川的川字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这个冰是会流动的 那么这个流动就好像村子那样 好像河流那样是会移动的 然后就去到低的水平线的地方 就会溶化 那么当然了 有些很小的可能夏天就会溶化 那些人不算是冰川 所以这里有一个定义就是说 需要冰体超过一公斤或以上的面积 而且是超过20年都存在 所以才是一个冰川的定义 那么在纽西兰其实有这么多冰川 但是塔斯曼就是最大最高最长的冰川 而且它的面积是第二名的两倍多 那么大家会看到 那么当然了 这个也是旧数了 约翁是去到一万公顷 那么刚才大家看到了 约翁的资料其实它已经是一路融化 现在已经剩下八十 剩下八千五百左右 这样就融化得很快 但是毕竟它仍然比第二名大很多 那么这里有一个面积的资料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塔斯曼冰川是最大面积 第二名已经剩下三千七了 好了 那么事实上冰川是一个系统来的 那么这里有一个塔斯曼冰川系统的一个简介图 最高的山峰就是这个 Our lucky Mount Cook 那么用Cook那个字就是 因为纽西兰是Captain Cook发现了 很多地方都用它做明明的 那么旁边一个都很高 第二高的山就是Mount Tasman 塔斯曼山 那么那些冰川形成就叫塔斯曼冰川 那么融化了变成一个塔斯曼冰川湖 这个湖再流出来就变成塔斯曼河了 那么它既是最大面积 差不多是100平方公里 那么也是最长的 差不多23.5公里 那么也是最高的 那么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海拔 那么平均都有3000米的 闊度是4公里 厚度是600米的 那么它的高度呢 冰川多数就是高的地方 长期落雪的地方 那么塔斯曼山是 顶峰是高达3497米的 那么它旁边 是纽西兰最高的山峰Mount Cook 就是高度是3754 那么其实呢 它就仅次于Mount Cook的最高山峰 那么所以 大家可以计一下 这个数据就知道 它在三千多米的海拔 就可以保持着 差不多是全年都是零下的温度 就是一直可以 冰川是不会溶化的 那么大家如果对这个高度的理解 如果想有点比较 大家可以看看这三个数字 全球最高的地方 阿菲尔士峰就是8848米 富士山就是3776米 大武山就是957米 那么大家要么可以理解 就是塔斯曼山 像富士山那样高 那么大家如果有跟我的Facebook 都会见过这三张照片 那么当时就是出发去南岛考察 然后坐直升机上塔斯曼冰村 那么是执兵的相片来的 南岛出了名 是非常之景色而人的了 随手拿相机拍到任何角度 都整幅画一样的景色 那么天气好的时候 更加直接是可以变艺术品的 这相片 那么另外这儿就是去到Christchurch 在高山拍下去 那么大家都会见到去到 那个湖拍过去的曼曲 那么经过这个湖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Lake Pukaki 那么它里面有一个观景台 那么看着这个曼曲 那么这个景色 都是非常震撼的 那么这儿就是我们坐直升机登山的地方 那么在这个位置都可以看到曼曲的冰村的情况 那么我们上山就是刚才说的系统 我们就在那个湖 然后坐直升机 那么沿途会见到有塔斯曼河 然后有塔斯曼河 然后再上就是塔斯曼山 最高的山峰就是曼曲 那么大家会见到其实那个冰村融化 就已经是随处可见 上到去已经见到很多这些正在融化的冰洞了 那么所以大家要留意 就是NASA也有一条短片就是介绍 其实那个冰村的融化 就并不是在低的水平线开始融化 其实在山上高就已经有这样的冰洞 是反映就是说在高的地方 是因为全球暖化 它们都开始融化 然后水是在冰底下下流出来的 所以有几条短片介绍给大家的 很值得欣赏的 那么我会把网址放在留言里面 第一个短片就是由National Geographic 在2017年拍摄的 里面就介绍究竟冰村和雪和冰 有什么关系和分别呢 这里才读一读它那段解释 Glaciers are masses of snow that has been compressed into giant sheets of ice 那么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它是很多雪的重量一路擠压 而变成一层一层的冰 Many glaciers were formed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Glaciers are massive bodies of slowly moving ice 所以冰其实是要用很长时间的 很多冰村其实都是上一个冰河时期形成的冰村 所以它们是一个会流动的冰块 所以在纽西兰很多冰村 都是年龄超过一万年的了 是的,在短片里面截图了这一张 我觉得很值得介绍的 就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名称叫Fern Google Translate 它就叫粒雪 暂且用着这个中文名称 那它就说 怎样由雪变成粒雪 然后变成冰呢 有一个切片图去介绍的 那个内容它就这么说 这是冰村的冰村 而冰村浩仰格 木列子 是超过一年 '由淨 冰村浩仰格 它们 Communications 这个很精彩,他就说那些雪一路光下来,那就没用,那他一路挤压,那个力就将它 重新再结晶,形成了很小粒,就像糖一样,那接着呢,他就一路挤压,就会将里面的气 越来越少,那就令到里面更加实,更加高密度,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由雪 变成了粒雪雪,这个雪雪就是两者中间,所以其实上去冰川,很大部分 其实都是踩在雪雪那里,那这里你就看到去到 山脚就已经是随处拍到这些是雪山的 景色的了,最美,我最喜欢的三张照片,大家会看到既有 雙彩虹,又有金山,那所以是旅行很值得去的地方 好了,那上完塔斯曼山,那下回山脚就去 塔斯曼冰川湖,冰川湖其实就是那个冰川是 整块是倒下来这样溶化的,那倒下来的冰块呢,就变成这些浮冰了 那浮冰,Iceberg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水底下,有九成的体积的,水面 只有十分之一而已,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只不过是整个浮冰的 是一个很小的部分的,那有些冰融了,那这个可以喝的 因为这些是一万七千年前的水,结成的冰,很爽口的 那另外呢,你会看到这个这么直的切面,就是因为 它溶的时候,就令到那个冰体的CG转了,那整块就会 滚动的,那一转了,就会把之前和水面接触溶化的 那个平面,就浮了上来,那这些都是很特殊的 情景,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我的网址,看我自己拍 几秒钟的短片,塔斯曼湖 另外也有短片介绍,就是拍塔斯曼冰川 整块倒下来的情况,那这个也是很精彩 那这个也可以是去到旅游的时候,是坐船呢 直接去到很近这个冰川溶化的现场,那但是 可以不可求,要等它倒下的时候,那这个短片里面就拍到了 我刚刚提到,NASA有拍这个动画片,就介绍 为什么那个冰川,是会在高的地方 就已经开始溶化,然后呢,其实是那个 溶了那些冰,变了水,在冰底下流出来 而形成这个冰川湖,而不是在 直接在这条线那里形成的 那这个也是很精彩的,那当然了 一定要告诉大家,就不要想着 好像平时去旅行那样,就是 什么时候去都行,就不是的 就是,登冰川呢 差不多可以说是 要有缘人才能上得到的,因为 其实是这么高的地方,就经常都会大风大雪大雨大霧 那这些情况,全部直升机都不开的 那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是素兴而回的 来到千辛万苦,那但是呢 就预算那几天都不要天气呢 你留的时间呢,全部都不可以上冰山的话呢 那就上不了了 那所以有时候呢,就可遇不可求 要有缘分才能上到的 那大家安排行程呢 就记住要注意 这个天气的问题了 那最后有几张归途的照片 那大家呢 是有兴趣呢,都可以 亲身来一次看一下 纽西兰的冰川,塔斯曼冰川 好,今天分享到这里,多谢,拜拜